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你如果 因為你的照片比較多,因為有時候如果假設各位要做是類似像成果報告的 因為照片會比較多一點 除了說你可以 有一些別的方式也可以做,那這個的話是 比較方便各位可以整合到你的Place 或者當然你獨立 個別播也可以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進來之後呢,他會有一個精靈,你可以選擇要精靈的方式 也可以 或者是你用別的方法都沒關係 那假設你要用精靈的,你就下一步 就照片 一個一個進來就好了,然後再去選範本,所以 你可以點一下 好,假設我要這邊的,我就全選了 好,放進來,那順序自己調整 OK 我就下一步 選一些範本有沒有 很單純嘛 那 嗯 看一下有什麼 好,假設這裡有向日葵的 下一步 OK啦,那他就問你你要輸出的 這個 地方在哪裡 還有 他會產生一個Flash有沒有 當然他會幫你把網頁建好 只是我們要的就是那個Flash而已 好,要的是那個Flash 所以如果你用這種方法的,你就按輸出 好 把它覆蓋掉 OK 那麼我們打開這個輸出的文件夾,我們稍微看一下 好,看到了 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這是Flash的檔案 Flash的檔案就是 SWF 好,那你可以直接打開 如果電腦沒有裝Flash的那個Player,如果沒有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是網頁 可以打開來,先預覽一下 他 看起來的樣子 好,那我先,我先用這個播給你看 這個是自動播的 有沒有 好,這個是自動播,但 你選的範本裡面,他有一些是你可以 有那個什麼 就是有互動式的,比如說你覺得這個不太適合 那我就回去上一步 再去找 那這是用精靈的方法 那麼我們也可以試看看 你如果不要用精靈的,你就先把一樣,把照片先挑好 好,選好了之後,這裡有一個添加,有沒有 好,添加,好 選好之後呢,你再看這裡 模板 看你要哪一個 基本上因為這是免費版,所以你其他這邊的就比較沒有 主要就是簡單的 你找到你覺得比較適合的 那如果你要有一些 有那個 就是 縮圖可以看的,他有一些 像這個是不是有縮圖的 對不對,你如果希望有一些互動的,你可以用這個 或者像這樣子的 好,我就用這一個 再來 就給他發佈了 那我這個變成1好了 好 好,做好了 所以我就回到這邊來看一下,好,這裡有一個1的 好,這裡是不是有一個互動的,有沒有 你可以從這邊去 用,那 今天如果你這個做好了 你就可以拿到我們的 Flash裡面來試看看喔,你看從這邊 插入 他是Flash 他會被當成什麼,Video 就是視訊 好,當成視訊喔,所以你從這邊 點了 你就可以找到他 我放在 暫存區 把在測試裡面 OK,找到了 你就可以插入進來 好,我把它放大一點喔 不會有點討厭,就是他圖其實蠻大的,有沒有 好,所以 你這樣進來之後呢,這個 他就可以像這樣再播放 這樣了解的喔,所以 多一點點,你可以做素材的方法 只是 大部分能夠做Flash 通常都是 付費的 我比較難找到 免費的,然後又可以做得很好的 這個 目前啦,就找到一個覺得還 可以接受的一個方法,就是 尤其你在照片比較多的 時候你可以用的 但是記得 Flash的檔案,他會把你當做什麼 當做視訊 好,所以你要 插入PDF跟 Video那邊,從那邊就可以匯入SWF來 使用這樣子 好,那麼 這邊 大家比較容易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剛剛用那個軟體做出來的 他的Flash其實很大一個 就那個範圍 所以如果有時候你要這樣調整不好調 你剛進去的時候你還可以這樣,有沒有 但是 如果你已經離開他了 要調就 不容易,有時候不容易點到,對不對 請你把滾輪往後拖一點 滑過去 在外面這裡 這個 就是裡面那個的大小 你看喔 我看 是這個嗎 我移動看看 不是他 來 再一個 稍微拉開一點 因為比較討厭的是 他這個 的範圍比較大 你如果要選東西,有時候你要兩個物件,三個物件去選 你可以按住Shift 有沒有,這樣就可以用框的 因為平常如果我們用拖曳的時候 法屬拖曳是不是變成移動而已 對不對 如果有時候你要框兩個框三個的話,你可以按住Shift 這樣就可以一次把那個框框框起來 哇 我這個 不知道框到哪裡 糟糕 這個我這樣也很難選到 有 不過你要調他大小,還是要選到他 所以這樣 你可以先試看看到底 他的那個範圍,但是我有發現就是因為他 他有把一些物件放在外面 所以他的那個框框 就是我們這個框框會變得比較大 所以這個是這個小軟體的缺點 小軟體的缺點 所以你可以 看看 最好就是 通常這個東西 最好就是最後再加進來會比較好 因為比較不會擾亂到 因為有時候你在編輯的時候,這樣會 就變得 像你剛剛看到我前景 比較不好選 你試看看,把滾了往後退 這樣會比較好做 好,我現在找到了 因為你可以看一下,有沒有發現他很長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剛剛框不到的吧 所以 這個地方啊 你看我這樣是不是真的在移動他 所以我說你比較難的是,就是這個 因為他範圍比較大 當然你每一個套的範本不一樣 他那個範圍不同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花一點時間找一下 最好就是最後的時候再加入這種東西 當然如果你本身是用Fesh做的 你也知道他大小的 那就沒有差 只是我們現在用 套的是他的線程的東西 會有一些受限 這樣OK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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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